这个视频将演示如何进行 眼底反射测试 首先消毒你的手 然后介绍自己 确认婴儿的身份信息后 介绍检查的内容 并获得检查许可 婴儿应该被安全地抱在大腿或者肩膀上 让他们感到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询问是否对眼睛的整体情况 视力以及眼睛外观有所担忧 然后进行观察 通过观察婴儿眼睛移动的方向 语气和姿势 以及他们对你的脸和眼睛的注视程度 来了解他们眼睛的总体和视觉的发展情况 左右移动你的头 增加与婴儿之间的距离 并保持微笑 如果他们对你的微笑有反应 注意他们注视的稳定程度 以及失去这个注视的距离 同时观察任何眼睛晃动 斜视红眼和白色瞳孔的迹象 然后按三次按钮 把弧光设置到最亮 确保镜片架在顶部 把透镜趋光度调节为零 检查室需要保持安静和昏暗 这样大多数的婴儿都会很自然地看向亮光 将窥孔靠近你的眼睛 并与婴儿保持一臂的距离 同时观察两只眼睛的眼底反射 比较两眼之间的亮度和颜色 注意任何反射中的黑色斑点和完全无反射的情况 同时注意角膜反射的位置 正如你所见 眼球的外观变化取决于检查的角度和你与婴儿之间的距离 在正常的检查中 角膜反射出现在中间的情况下 两眼的亮度和颜色应该在总体上没有差异 这是典型的白人婴儿的正常的眼底反射检查 非白人婴儿的眼底反射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们的主要反射颜色倾向于淡黄色、白色或者蓝色 这是一个黑人婴儿的正常的检查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检查越来越多的被称为眼底反射检查 而不是误导性的红色反射检查 异常的检查结果为两只眼睛存在持续的整体颜色或亮度差异 异味的角膜反射 单眼或双眼反射中出现暗斑或者完全没有反射 总的来说 正常的检查结果是在角膜反射出现在中间的情况下 两眼之间的亮度和颜色没有总体的差异 不正常的眼底反射结果是 两只眼睛之间的亮度和颜色有差异 异味的角膜反射 一只或两只眼睛反射中出现黑色斑点 或者完全没有反射 眼底反射检查结果异常可提示 白内障 视网膜母细胞瘤 角膜疤痕 斜视 趋光不正 或者结构异常 比如眼睛的结构缺陷 这些都需要专家的进一步评估 检查后再次消毒手 谢谢家长或护理人员 并记录和解释你的检查结果 如果有必要同意这进一步的评估的明确的计划 请收看 伤安德鲁斯大学阿克拉项目的其他的视频